文童城一看世界赌坛有一个普遍性的通病,那就是任何一个职业联赛都存在在中林只换教练的现象。 换帅如换刀,或带领球队走出困境,将成绩提升一些,但多数是为了报题,中超联赛也不例外,比如刚刚被足协任命内55名幼儿舞球员国家集职队,主帅的本土教练审相符,10月4月急匆匆从北京赶到济南接手天津拳舰队阵山东路能的指挥权。 此前一天,天津拳舰刚经历换帅,葡萄牙人保罗做萨下课,这样沈祥福就成了临时指挥奔场比赛的救火队员。 先不说想此接手天津拳舰能不能从济南全身而退,为风雨飘摇中的拳舰带来一些生气,咱就说说在中超历史上,像沈祥福这样临时救火的主帅比比皆是, 比如宫类,吴金贵,张拜龙,马林马加特,卡佩罗,施蒂利克等等,救火教练就成功的,引有失败的,要说最成功的,本土教练周,宫类,马林的救火生涯算是辉煌的。 作为辽族的民宿和当年的国族绝对主力,他在国家对主力中锋类至上稳居六年,又亚洲第一中锋支撑,1985年的尼赫鲁贝赛上,马林两度攻破前苏联,对著名门将砸萨耶夫的食指瓜,令世界震惊,马林的执教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救火生涯中度过的。 2003赛季马林林为寿命,接替佩内夫主任辽宁队代理助教练,最终率领辽族杀开一条血路,冲进中超,救火,教练一战成名。 2008赛季辽族再度降入中甲,第二年马林就带领辽族重新杀回中超,2011赛季,辽族取得了联赛第三名,这也是辽族在中超获得的最好名次。 马林因此荣因当年的中超最佳教练,在中国足坛,宫内就是个另类教练,有的时候他作为足球教练活跃在绿营场上,有的时候却出现在某个电视台的演播室里解说足球。 更奇葩的是,身兼贵州人和的主教练,当球队陷入宝宜泥潭的时候,却屁颠屁颠跑去电视台,解说别人家的比赛。 宫内曾在多支中超,中甲球队职交过,最辉煌的教练生涯,当属担任贵州人和俱乐部球队主教练的时候,2013年12月7日,他率领贵州人和一总比分三比二级班广州横打,夺得那一年的足起飞赛冠军,也是俱乐部历史第一个国内冠军,因此有球迷调侃。 宫内部当教练的时候,一定是在电视台解说足球,如果有一段时间在演播室看不到宫内的身影,那么他一定是在聚邦俱乐部救火的路上。 在外交中,最成功的莫过于斯蒂利克,2017赛季天津泰达经线暴击,临时接手的斯蒂利克功不可莫,赛季前半段泰达成绩不尽如人意,早早跌入暴击深渊,是降级的大热门。 在德国人接手后,一波连胜,让泰达完全逃离降级区,让人大跌眼镜,天津泰达最终排名第13名,成功暴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